大家好,我是新妙 今天我要分享的主题是 我跟Crystal跟Shawn在一起的感觉是如何 其实我跟他们在这个生意上面 已经有差不多接近一年的来往了 感觉像是佳人了,虽然是一年的时间 但是在这短短一年的时间 他们让我感觉到他们其实是一个 非常乐于助人的一个领导 还有他们是一个非常关心下属的一个领导 是关心自己组员的一个领导 为什么我会有这个感觉 就是每一次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 我们讲出我们所面对的问题 他们一定会想尽办法去找那个最好的解决方案给我们 很像Shawn有时候问他这个时候 他马上就可以给答案了 很像ForCrystal的时候 有时候问他的时候 他会给你当做一个决定的时候 他会告诉你你要做的是什么决定 他会告诉你做这个决定的好与坏 跟做另外一个决定的好与坏 所以让你自己去决定你要的选择 所以我感觉到在这里的话 我们会有更多的选择权 所以让我感觉到我跟着的是一个对的人 所以我非 其实在这一年的时间 如果要说他们怎样帮我在这个生意成长 其实是帮了很多的方面 For example他们有帮我来这样提升我的自信心 如何处理我的形象 如何处理我的形象 你看到我现在 以前我不是这样子的 以前是 我看我回去的时候 我真的是无法想象 不是90 那时候 为什么更老 比现在的样子来的更老 所以 更对了很重要 所以 还有就是他教我们想去沟通 其实在这个生意上面的奥妙之处就是在于他帮我们 Crystal & Sean教了我们很多种的技巧 很多种的Skills 是让我们在外面身为一个打工族学不到的 So 他们教我们的是很像来沟通方面 Art of Communication 沟通的技巧 再来就是签单的技巧 再来就是带团队的技巧 这些技巧呢 是关于个人的成长的 所以如果很像你今天是一个打工族的话 你永远是没有办法体验得到这个成长的 So 我是非常感谢他们愿意去栽培我 这一个小妹妹 所以呢 除此之外呢 嗯 如果要说他们帮了我什么 我先说 有一个是 对我来讲 印象最深刻的 也是让我觉得 我做最了一个选择的 一个决定的一个情况 就是在去年的8月或者是9月的时候 那时候我还在打着工 所以那时候我打工的时候 呃 我是跟 那时候我也是做VSchool是做part time 所以那时候8月9月的时候 我打着这一份工呢 这个老板跟同事们呢 他们知道我也在做VSchool 然后 呃 他们最让人可气的就是 我对这个VSchool的事业是认真的 but他们呢 却把我这个事业拿来当做开玩笑 so 他们就是一直取笑 like Crystal跟Sean啊 然后取笑我的团队啊 so 让我非常的忍无可忍 而且在那时候的时候 呃 那里的老板跟同事的对待呢 让我感觉我不像是一个人 so 我感觉我很像是一个机器人 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也是非常失去了自信心 然后呢 那时候我基本上是一个团队 so 那时候 呃 我已经有来三到四个礼拜 是吗 很像是没有去参加公司的 function training and coaching so 我是totally off from 我们的VSchool VKids的一个生意 是因为我没有这么多的精力 跟心情去经营 因为我那时候是非常怀疑我自己 so 那时候老板也是有讲 你做VSchool这样辛苦 做来做梦叻 so 当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我也是 有怀疑我自己 我到底是不是做对的一个选择 so 那时候Crystal就有开始发现到我不对劲了 so 她就有打电话给我 她就问我 诶 行不行啊 so 一开始她打给我的时候 她就问我关心我的时候 我是没有讲错是发生什么事情 so after她打给我来几通过后 我是终于敞开 呃 参开心胸的跟她说 actually我在经历的是什么 而且那时候她也是一直鼓励我 然后一直 一直 鼓励我 一直说好 呃 就是呃 给我信心 然后一直 给我正能量 so 那时候 那时候的时候 其实 我也是有发现到 我这两个 因为工作是一个负面 然后来VKids是正面的 所以这两个当中 我必须要选其中一个 然后那时候我 老板那边也是开出一个很誘惑的条件给我啦 想真的 所以那时候我是在来考虑到底哪一个是我未来要走的路 but 真正让我考虑的那个因素是 but 就是我选择 Crystal跟Shauna so 真正让我考虑的呃 呃 做决定的那一个 最主要的是 他们 跟 在 呃 跟他们在 呃 跟他们这段时间跟他们之间的相处 是让我真正 下定决心 要跟他们 呃 选择跟他们在这个生意闯下去 so 他们跟他们对待我就像很像一个家人这样子 so 那时候 我就决定了 我如果还在做打工组的话 我没有办法让我达到 去到更好的自己 遇到更好的自己 因为 每天都是负面的 但是 跟Crystal跟Shauna在一起 却是正面的 而且是可以每天都是 反省自己的问题 然后去做改进 所以 那个 真正是让我 采取 采取行动的 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是因为 我相信他们的能力 我也相信 他们可以带到我去更远 因为我已经见证够了 所以 从那个 经历开始了 过后 我是一直都是很相信 他们所做的每一个决定 然后 所做的每一个动作 我也相信他们 肯定是 不会害我们的 而是来帮助我们的 因为 我 通过他们跟我 之间的相处 我可以看得到 他们是一个很好的人 他们是一个非常 无私贡献的人 不是一个自私的人 就是这样子 让到我决定 要跟他们 在这个生意 一直继续的闯下去 不管遇到什么挑战 所以呢 我非常的鼓励 如果今天呢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都好啦 都是需要报告给上线 所以这样子的话 其实 有什么问题 如果你要找 也是可以 他们真的是 非常open 很愿意去聆听的一个人 所以因为 在这个社会当中呢 每个人都是 要表达一些想法 没有人要去聆听 相反的 他们两个是 愿意去聆听的人 所以让到我 even though 我才今年 才二字头版 我是愿意跟他们 一直闯下去的 所以我也认定了 他们是 我要跟随一辈子 的 非常崇拜的一个偶像 非常崇拜的一个 模范在那里 所以 讲真的 我也想要坚持这个机会 非常谢谢他们两位 在这个生意上面 一直带着我穿 so even though 有时候遇到一些挫折 他们还是保持正能量 所以呢 这个就是我通过一年时间 我跟 Krista 跟Sean 的一个相处的 一个感觉 一个过程 给到我的一个感觉 我对他们的印象 所以 如果你们有什么 如果你们 今天如果对他们 有不一样的印象的话 非常欢迎你们 来告诉我们 so我们也想知道 so 讲真的啦 Kristal跟Sean 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 是值得学习的 一个榜样来的 ok so 今天的分享就到此为止 so 谢谢大家